新清安房贷遭质疑助长炒房 财政部要强化房贷的审查和计划 赖清德时代杂志专访 只两岸互不隶属 是事实的陈述并非挑戏 淘基第二行下 防水工程出包大漏水 美食区和贵宾市暂停使用 乌克兰和美日在G7签署 双边安全协议 为期十年 各位众朋友和你收看 今天六月十四号 公司晚间新闻我是李小優 首先我们来关心 为了减轻年轻人的房贷压力 政府推出了新清安政策 额度最高是一千万 而利息补贴一点五码 可以待四十年 宽限其五年 上路十个月以来 已经有五点二万人申办 而其中未满四十岁的贷款户 就超过了七成 受理的金额 在今年的第一季 已经暴增为一千三百三十一亿元 占房贷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而近来房市火热 央行甚至也寄出了 第六波的房贷管制 新清安也被质疑 是助长炒房的因素之一 财政部长张翠云 今天就表示 会独倒公股行库 加强贷钱审和和贷后的稽查 来防堵新清安遭到滥用 新清安政策上路十个月 已经有五点二万人购屋 光是新清安贷款受理金额 更从去年第一季的两百二十亿元 今年第一季 暴增为一千三百三十一亿元 占房贷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今年首季不论是新旧屋房价 房贷申办户数 全都创新高 方式转任 新清安是否遭滥用 引发讨论 新清安贷款从去年八月上路 预计实施到二零二六年的七月三十一号 只要年满十八岁 或是配偶未成年子女 名下都没有自由住宅 都能加入 贷款额度最高一千万 利息补贴一点五码 可贷四十年宽限其五年 不过帮助年轻人买房美意 恐怕随着五年宽限期过 引爆抛售潮 我要辛苦三十年 但是不见得会有 比较好的回馈 即使只有五年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房市降温央行总裁 杨金龙祭出第六波房市管制 六都加上新竹縣市 第二户贷款陈述降至六成 但专家认为对房市降温有限 有可能扭曲正常换物需求 假如你已经是刚签约了 那还没跟银行申请贷款的 那这部分的话资金上 可能就会出现缺口 最近一两个月要交屋的 那你可能跟预期的贷款 有落差的 他也会出现一个资金的缺口 房产专家认为通膨未除 房地产成为投资保值首选 又有半导体AI投资 房市利多大于利空 加上新签也没喊停 央行这次出售 恐怕只能让短期交易量走缓 期待房价显著下跌 难度不小 记者纵不倒 终来新的今天借鉴前 AIT主席莫建 感谢他卸任之后 仍然致力推进台美军事合作 并且重申台湾会持续 强化国防实力 赖总统也接受了 时代杂志的专访 内容提到两岸关系 他表示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论述 是根据事实的陈述 并非挑衅 更指前总统蔡英文和马英九 也都曾经提过 不过马办就驳斥 只是赖清德的主张是 新两国论 以文字的游戏欺骗外媒 从赖清德见到老朋友 前IT主席莫建 两人热络寒暄 赖总统感谢莫建 退休后持续关心台湾 推进台美军事合作 并承诺台湾会努力 强化国防实力 展现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 赖总统上任满一个月前 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也成为继美国总统拜登 泰国新任总理赛塔后 今年第三位登上时代封面的国家领袖 而当中谈到就职演说里 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两岸论述 赖清德强调是根据事实陈述 没有挑衅的意思 更点出自己不是第一人 包括前总统蔡英文 马英九任内都曾提过 互不隶属的立场 但马英九办公室批评 赖清德的主张是新朗国论 以文字游戏欺骗外媒 而将在今年夏天卸任的 AIT处长孙小雅 举办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 重申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美方对台支持是跨党派共识 且坚弱磐石 对于备受瞩目的对台军售 延当议题 孙小雅说AIT会持续关注 强调支持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 是AIT的首要目标 也肯定将接任的鼓励言 具有丰富对台经验 能和赖总统在现有基础上 稳定生化台美关系 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顾棍 阿尔佩洛为其他市井 中共恐怕在二零二八年 到二零三二年发动侵台 而国防部长顾立雄就强调 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加入美国印太战略的 协同性贺阻 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 国防部的采购进度报告也指出 十八项重大的军购案 只有三项延宕 分别为AGM-154C的飞弹 以及一千七百枚的托式反装甲飞弹 还有F-16V Block 70的战机 另外也有两项是提前交运的 包括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 以及标枪飞弹 空军F-16战机 在去年完成全速升级为F-16V 但搭配采购的AGM-154C飞弹 却必须延迟到二零二六年 才能交货 美国对台军售有近两百亿美元延宕 国防部最新报告指出 十八项重大军购案 却只有三项延宕 包括AGM-154C飞弹 以及一千七百枚托式反装甲飞弹 等了七年都没有拿到 F-16V Block 70战机 预计年底第一架交机 另外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 标枪飞弹 这两项提前交运 其余项目维持正常 与外界认知有落差 质疑报告灌水美化 孤立雄否认报告灌水 强调发架书修正交付时程 国防部仍会认定是迟延 超越立委认为 国军应诚实面对军售延宕 要求美方尽速处理 至于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顾问 阿尔佩洛维奇示警 中共恐在二零二八年到二零三二年 发动侵台 孤立雄重申 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加入美国印太战略的协同性嚇阻 那我们也当然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协同性嚇阻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强化我们 自我防卫的能力来达到这一个 让习近平的这个攻台的时间 攻台的时间表不断的往后递延 孤立雄表示台美飞同处 第一岛链核心地区 参与协同性嚇阻 积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达到让习近平攻台的时间表 不断往后递延 记者黄子杰张国梁台北报道 台南市清城强降雨造成的市区大同地下道 一度积水达到五十公分峰路 而中西区关亭街也有建筑工程 因为排水系统堵住 淹水到了大腿高 还淹进了屋内 公务局就认定建商已经违反了建筑法六十八条 将依法裁罚 并且督促建商进行改善 一眼看过去台南市中西区关亭街一片汪洋 民众要出门上班才发现住家附近整个淹水 水还一度淹到大腿 最麻烦的是水甚至灌进屋内地下停车场 当地的住户苦不堪言 虽然雨停了水也慢慢消退 不过里长控诉 因为建商的工程 排水系统遭堵住 来不及宣泄 工部门也视而不见 对此台南市公务局一早巡视 任地建商已经违反建筑法六十八条 将依法裁罚 同时督促建商派员改善 除了中西区 仁德区仁义六街 也是有土地上堆置泥土 没有做防护 泥沙随着大雨冲刷到排水沟 造成阻塞 近期只要下雨 就会激烟水 也让民众觉得很无奈 后续公所也调派环保局抽泥车资源 台南市区青城墙降雨 各地雨量不少 大通地下道也一度积水五十公分 无法通行 后续市府紧急抽水之外 警方也派员管制交通 一直到六点二十分解除封锁 开放通行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导 台湾机场第二航下 包括美食区和贵宾市 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发生了漏水 原因是航下屋顶的防水工程 施工的疏失 以及墙降雨的影响 而近期桃源机场工程状况不断 三个月内已经有三次了 好几公司表示将会对于施工单位 重重处罚大约十万元 也向旅客的不便表达歉意 用吸尘剂不断地吸水 要将积水清除 不过水还是不断从上方落下 接近中午的一场强降雨 包括桃源机场第二航下的美食区 以及航空公司贵宾市 上方屋顶都出现漏水 让民众直呼夸张 太夸张了 对有夸张啦 桃源机场从三四月开始 针对第一第二航下进行防水工程 总经费约两亿元 工时预计两年 桃源公司调查 漏水起因 包括接缝防水处理不完善 以及后续工项没有及时完成 加上突如其来的墙降雨 家具也漏水情况 事实上桃源机场近三个月事故不断 四月发生清洗作业车伸缩币 入侵电联轨轨道 购破车厢 五月第二航下的休息区 天花板掉落 这次又发生防水工程 疏失漏水 桃源机公司强调 这次漏水事件 将对施工单位重罚约十万元 也强调高风险工项 都必须事先登陆 让兼照施工 以及承办人之息一起防范 记者陈亚新童谣主 詹淑云综合报道 昨天高雄提早庆祝警察节 市长陈其迈还提到 高雄今年的枪击案发生率是零 但是今天清晨 大辽区明祥街 某汽车的维修厂 就发生了枪击案 疑似遭人用步枪连开了二十枪 而警方赶到的时候 嫌犯已经逃逸了 目前是锁定特定的车辆 并且要厘清业者 是否与人解约 疑似犯案前 先查看地形及周遭环境 这辆可疑车辆来回 触没在事发地点附近 找警方锁定 可能跟枪击案有关 不知道是那个拿枪的 我以为是换鞭炮 14号凌晨四点多 大辽区明祥街 这间汽车维修厂 遭人开枪扫射 警方获报到场 嫌犯已离去 维修厂大门满是密密麻麻的弹痕 现场找到二十枚弹壳 警方初步研判 嫌犯是用步枪扫射 将清查维修厂 是否跟人有债务纠纷 或者结缘 现场目前有掌握是一个犯险 从车子的右后坐下车 然后一名驾驶 其余还在警察当中 这起枪击案也让市长陈其脉脸上无光 枪击案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 一件都没有 这些都是我们警察同仁 大家共同的结果 十三号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时 才提及今年到目前为止 高雄枪击案发生率是零 话才说完十四号凌晨就发生枪击案 不过警方表示 已锁定可以车辆且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 积极征搬 记者王庭 许正俊高雄报导 刑事局接获了新加坡警方的通知 指新加坡发生了多起脸书诈骗案 有民众被广告诱骗下载了 含有木马城市的APP 而遭到诈骗集团远端遥控手机 盗取网络银行的钱财 有1899名的新加坡人受害 受骗的金额将近八亿 查出的IP是来自于台湾和马来西亚 三国的警方也首度跨境合作 在台马两地逮捕共有六名嫌犯 搜寻丑物美容共享汽车 新加坡民众常利用脸书 比价找优惠 却被诈骗集团盯上 刊登假的商品广告 新民众询问 在透过甲克福诱骗下载 含有木马城市的APP 取得被害人手机权限 透过远端操控 将被害人网络银行的钱 全部转走 诈骗金额高达新台币 七亿八千四百三十万元 有1899名新加坡民众受害 而诈骗集团竟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 被诱骗去下载一些不明的 含有木马城市的APP 那其中有一些台湾的IP 新加坡警方的初步的估计 被害的民众大概有超过 一千八百多人 接近两千人 刑事局表示 接获新加坡警方通知 有上千人网银被倒转 追查发现IP位置 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 警方朝涉嫌诈欺 妨害电脑使用 洗钱等案扩大侦办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三方首度跨境合作 警方估约在国内破获机房 逮捕蔡姓男子等四名嫌犯 马来西亚六月也在当地逮捕两人 诈骗集团将转账金额 转化成虚拟货币 泰达币进行洗钱 警方向桥头地方法院 申请涉案金融账户 及不动产财产扣押 够四千三百零一万元 此外目前仍有一名 理性主贤在逃 新事局表示 持续与各国警方合作 追查主贤下落 记者黄泽连张国梁台报道 台中有不少城市商店 但是经营大不易 位在南屯丰树里的城市商店 去年终于转归为盈 创立者表示赚到的是正能量 和城市才是无价 另外在美村路的城市馒头摊 十年前原本是有四个摊位 但现在确实剩下一个 老板坦言经营亏损 必须要减少开支 打开城市商店的冰柜 里头的招牌商品 蚂蚁冰棒已经卖光光 她是当初创立南屯丰树里 城市商店的江凤英 提到运用在地特色研发的冰品 还有回收油制成的环保灶 总是眉飞色舞 而这间商店没有店员也不找零 却走过了二十个年头 她说靠的是把城市当成品牌在经营 店门口大方公开账本 将凤英说经营了这么久 终于渐渐有盈余 过程虽然辛苦 但就是坚持传递善的力量 让她撑下去 而同样运用类似经营模式的 还有市区的这一间馒头摊 馒头老板将口味分类上架 摊位上同样没有店员招呼收钱 让顾客自行投币 包装也要自己来 这样的方式一做就是十年 但还是不敌大环境 当初在市区有四个摊位 现在只剩一处 会这样做也不是说人性的考量 单纯就是可能就是经济学的考量 这样就是看划不划的来 可能要一百七 她只有丢一百五 或者丢一百 那她省了一个人工 一个人工一个人 现在要请的话 至少要三万吧 一开店还是吸引不少死忠顾客 老板说这样的经营 和上一代的观念大不相同 虽然偶有亏损 但整体还在成本的管控内 对人性还是选择相信 一样可以经营下去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 台中报道 台湾和捷克的关系再深化 今天晚间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举行的捷克摄影图文展 以及捷克中心台北的成立酒会 包括来台访问的捷克参议院 副议长德拉霍斯 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出席参加 我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性 在带着尤其声音乐 尤其声音乐 到台湾 介绍着尤其电视 或带着尤其 现代尤其写作者 和演唱者 它会有很多工作 但我相信 有一个真正的意义 从两边 能够与其他人的文化 我希望台北在台北 最重要的幸运 捷克中心台北市 捷克外交部国际文化推广组织 第29个海外据点 今天在成立酒会当中 除了有知名的摄影师的作品 也透过名家的镜头 和丰富的叙事 了解捷克艺术百年的丰富历史 同时也借由捷克中心台北的成立 深化捷克和台湾的文化联系 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最新的全球护照排名公布 新加坡是拿下了第一 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于第二第三 而台湾排在第69 中国是第117 不过有一个国家 乔治亚是拒绝持我国护照入境 目前只有会要参加活动比赛和会议 才可以以个案的方式拿到签证 外交部也表示会继续争取跟乔治亚 互惠互利的做法改善国人的签证待遇 来临物局办理护照相关业务的人潮依然不少 暑假快到了 很多民众特地来申办护照 要出国享受假期 桃園机场人潮也是满满满 最近全球签证指南网站VisaGuyware 公布全球最强护照排名 199个国家当中 新加坡以91.15分排名第一 意大利第二 西班牙位列第三 台湾69.46分排在第69名 比去年底进步一名 中国32.65分排在117名 新加坡除了位居全球榜首 日本排名第13 是亚洲表现最好的两国 其实台湾护照获得一百国 给予免签入境 另有四十七国需申请签证 九国可申请电子旅行证 四十国可申请电子签 二十九国落地签证 不过有一国乔治亚 是拒绝我国护照持照人入境 外交部及相关住处 正透过不同管道 积极进洽乔治亚政府 呼吁该国不应 采取与国际社会 绝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的做法 无端限制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 及合作机会 外交部表示会持续争取 跟乔治亚互惠互利的做法 改善国人入境乔治亚的签证待遇 而目前除非是获邀参加 乔治亚当地活动比赛会议 才能用个案方式拿到签证 记者欧容张明如 詹淑云台北桃源报道 每当进入肠病毒的流行期 婴幼儿容易出现重症的风险 国卫院最新的研究 若是患者出现了高血糖 在肠病毒感染之后 容易产生脑干发炎的重症现象 因此控制肠病毒患者的血糖 就可以减少重症的几率 而专家也呼吁家长 如果小孩感染肠病毒食欲不好 不要摄取过多的冰或是含糖饮料 避免血糖上升 反而会增加重症的几率 肠病毒七十一型疫情 可藉由飞沫传播 常导致肠病毒在血统间 迅速传播或流行 尽管多数病症都是轻微 但仍有少数病例会转为重症或死亡 现在国卫院发现 肠病毒患者如果血糖过高 转为重症的风险也变高 专家指出透过研究发现 如果宿主产生高血糖现象 容易在病毒感染后出现脑干发炎 呼吁医师们在诊断肠病毒患者时 可以同步监测血糖值 不建议贸然使用胰岛素做治疗 因为低血糖 也会造成孩童猝死几率 可以考虑使用副作用较低的 微小核糖核酸做治疗 另外感染肠病毒 往往会造成幼儿喉咙剧痛或没食欲 专家提醒家长们 给幼儿甜食药食量 不要让孩子摄取过量的甜食 否则反倒会对病情火上加油 病毒要进入大脑的时候 他就是要调控他的血糖的量 这个时候呢 你假如在有可能是有高风险的小孩子 你还继续为他喝大量的 这个含糖饮料的话 他恐怕会这个火上加油 重症的病毒出现的时候 血糖的监测非常重要 然后万一有血糖过高的情况下 希望适当的把血糖控制在比较理想的范围 专家呼吁无论是婴幼儿或是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一旦感染肠病毒都要留意血糖变化 才能降低重症风险 记者原则郭俊林中建纲台北报道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昨天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走出会议室在门口抽烟的画面 被台北市议员检举 若是违法属实 可疑烟害防治法最高开罚一万元 而柯建民今天也坦诚是不好的示范 该罚就罚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希望柯建民七天内来纯述意见会依法办理 画面中可以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十三日 召集朝野协商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走出会议室后 在门口抽烟 涉嫌违反严害防治法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第一时间向台北市卫生局检举 有关于我抽烟的部分 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该罚就罚 希望民进党能够约束柯建民共总召 我们希望柯总召 这一次好好地去缴罚款 下一次不要再持续地 让立法院乌烟瘴气 而实际走访立法院 不含委员研究大楼 立法院院区设有五处吸烟区 要吸烟只能在这几处 根据烟害防治法规定 教育机构及衣室场所 不论室内户外全面禁烟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 以及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机构 所在的室内场所 大众运输工具 聚程车车站及旅客等 后市等地也都是全面禁止吸烟 违规在禁烟场所使用烟瓶 是罚两千到一万 但是禁烟的场所的负责人 如果没有标示明显的禁烟 标志的话 没有明显的告知 是罚一万到五万 特别强调的是说 如果他使用的是电子烟 加热烟这样的一个新型烟瓶 他就不管是在可以吸烟 或不可以吸烟的地方 都是要罚两千到一万 台北市长官则表示 确实有接获柯敬明抽烟的 相关检举有画面 希望七天内被检举人 能陈述意见会依照烟害防治法 相关规定办理 若违法属实 将可依法裁罚最高一万元 接着黄曼谢正林 之间台北报道 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 立法院将要邀请行政院长 周永泰列席说明 周永泰今天表示 复议案应该被合理讨论 希望有充分的时间 跟立委说明立场 而蓝绿都要下乡宣讲 绿营今天先启动 首场就选在花莲 但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认为 是政治动员的比赛 不如办电视辩论会 更有效率 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立法院十九号二十号 将邀请行政院长 卓龙泰报告 二十一号记名表决 卓龙泰十四号表示 希望有充分时间 跟立委说明行政院立场 希望有充分的时间 能够清楚的 向立法院委员们 来说明行政院的立场 我们提出的复议案 应该被合理的讨论 复议案二十一号将表决 民进党要下枪宣讲 卓龙泰强调 目前以政院公务为主 占无其他安排 莱茵也筹划各地宣讲反制 不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认为 应该办电视辩论会 更有效率 民进党十四号启动下枪宣讲 首场就办在被视为是国民党团总召复昆极大本营 的花莲面对国会席次劣势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喊话蓝白六壮士起义来归 来迎总召傅昆极公开征求民进党六君子反制 并质疑民进党执政八年为何不推 强化行政立法两院沟通 卓龙泰十三号晚上宴请第三批民进党立委 重申提复议不是恶意跟国会对抗 但是该视线就视线 会捍卫宪法基本精神 记者综合报导 G7峰会十三号达成的协议 将要利用俄罗斯遭到冻结的资产利息 提供乌克兰五百亿美元 用于获取武器和重建家园 而乌克兰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十年安全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说要用北约的标准 来强化美乌军队合作的能力 而这一次G7峰会也要讨论限制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 可能也会写进联合声明当中 意大利G7峰会第一天 各国达成协议 最快今年底要动用俄罗斯遭西方冻结的资产利息 援助乌克兰五百亿美元 被视为支持乌国战争和经济问题的长期方案 俄国造冻结约三千两百亿美元资产 基于国际法规定 西方各国不能直接没收并转做它用 因此只能动用这笔钱产生的利息 协助乌克兰 根据世界银行先前估计 乌克兰需要约四千八百六十亿美元 才有办法重建 此外乌克兰在峰会期间 分别和美国及日本签署的十年安全协议 乌克兰被俄国入侵两年多来 已和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签署的另外十五项 类似的协议 换取盟友长期支持 这次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协议 除了强化乌军抵御俄国的能力 也是乌克兰最终能否加入北约的其中一步 泽伦斯基则补充 与日本的安全协议 除了有国防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也涵盖技术和金融合作 另一方面 聚气峰会第二天将讨论移民 印太经济安全和AI议题 日媒指出有关限制AI在军事领域使用的规范 可能将写进联合声明中 同时新闻两个编译 而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 二零一八年吸毒期间违法购买枪械 被判犹罪之后 拜登十三号重申 他不会特赦杭特 而另一方面 二零二四年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 前总统川普暂时是以百分之四十一的支持率 领先了拜登的百分之三十九 美国总统拜登十三号在意大利南部靠近 G7峰会会场的豪华度假圣地法撒诺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一份十年期 双边安全协议 并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两天前拜登的儿子杭特 吸毒违法购买枪械 被判有罪 依法三项罪名最高可判二十五年 精进于七十五万美元 尽管判决出炉前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白宫 都再三表示不会以总统职权特赦航特 但记者还是一再追问 就连这场记者会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路透社与伊普索四三号发表的二零二四总统大选最新民调 背负未遭商业记录刑事罪名的前总统川普 以百分之四十一的失识率领先拜登的百分之三十九 川普当天在华府国会山庄俱乐部 会晤共和党国会议员企业领袖银行业高层 这是川普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六号 国会暴乱事件后首次重返国会山庄 川普在会中提出了要以全关税政策取代所得税 以及把企业税从百分之二十一降到百分之二十的构想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明在社区媒体X发文写道 广设关税取代收入所得税 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将造成重大打击 有钱的富人则获得好处 由于隔天十四号是川普七十八岁生日 共和党参议员为川普准备了蛋糕 以及有着两个数字的蜡烛四十五与四十七 象征身为美国第四十五位总统的川普 如果赢得今年大选 将成为美国第四十七位总统 共事新闻王滬宾 联合国难民署十三号公布了最新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四月底 全球有近一点二亿的人被迫流离失所 也是连续十二年增加 几乎是二零一二年的三倍之多 而难民署还警告 如果全球的政治危机没有改善的话 这个数字还可能再攀升 上百人急在一艘小船上 西班牙海岸警卫队在大家纳利群岛附近海域 攔货满载难民的船只 不过这只是难民问题的冰山一角 联合国难民署十三号公布最新报告 截至今年四月底 全球共有近一点二亿人被迫流离失所 相当于日本全国人口 2023年因为冲突暴力迫害等增加了八百八十万人沦为难民 目前全球每六十九个人当中 就有一人被迫流离失所 占全球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 这个数字几乎是二零一二年的三倍 原因来自不断变化的新危机 以及长期存在的危机始终没有解决 从过去的阿富汗 叙利亚 到现在的乌克兰巴勒斯坦 此外气候变迁也影响人口流动 并引发冲突 二零二三年有七百七十万人 受到气候灾难影响 被迫逃离家园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今年前四个月 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 每个月以近百万人的速度增加 而且全球有近百分之七十五的难民 居住在中低所的国家 公司新闻政委编译 目前正值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朝敬越 位在萧地阿拉伯的圣城麦家 过去一周已经涌入了大批的朝圣客 预计今年的人数会超过一百五十万人 但是因为摄氏四十四度的高温 再加上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相对湿度 让萨迪阿拉伯在医疗服务 还有提供饮用水的方面 也上井发条 密密麻麻的信徒聚集在麦家大清真寺里 围绕在天房四周 跟着经师送念的经文进行朝拜 伊斯兰立法的第十二个月 又称为朝景月 也是全球穆斯林聚集到麦家朝圣的月份 二零二四年的朝景月 是从六月七号开始到七月六号结束 目前麦家当地超过摄氏四十四度的高温 加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相对湿度 穆斯林在整个朝景的路程中 除了可能出现的传染病 还有热衰竭或中暑的危险 当然地主国的相关单位也有所准备 医疗专家也提醒朝圣客要注意多喝水 朝景期间每天至少喝两千cc 在大清真寺周边的开放空间 可以看到不少提供瓶装水的服务站 至于朝圣客个人的防晒 基于宗教的因素会受到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 麦家朝景也是沙烏地阿拉伯 拼经济的大好机会 根据地主国统计 近年来麦家朝景带来的收益 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 预计在二零三二年会突破三千五百亿 二零二四年的麦家朝景 在加萨战争的阴影中展开 为和平祈福成了许多朝圣客共同的愿望 沙烏地政府原本打算招待一千名 来自加萨的死伤者家属到麦家朝景 但又限制朝圣期间 不得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 要如何表达力挺巴勒斯坦人 成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公司新闻许展案编译 二零二四巴黎奥运倒数 即将首次在奥运赛事亮丧的霹雳五 其中负责推动还有担任总负责人的陈伯军 就是来自台湾 由于霹雳五没有被列为二零二八年洛杉矶奥运的项目 国际舞者们也都全力以赴目标夺奖 一群人在舞蹈教室轻快舞动 跟着舞蹈老师学习霹雳五 这位老师不是别人 正式曾获得霹雳五全球决赛冠军的美国舞者埃德拉 他称这种源于一九七零年代 纽约街头文化的舞蹈为艺术运动 更期待今年夏天 霹雳五首次登上奥运舞台 能大放异彩 我认为霹雳五会在巴黎的霹雳五 我祝我们会带到其他游戏最高热 我们会带到其他游戏的影响 继上届东京奥运滑板运动初次亮相 202480奥运首次设立霹雳五项目 这种舞蹈需要舞者发挥创造力 跟随音乐节奏 展现近乎杂技的高超技巧和舞步 一对一的竞赛方式 更让观赛的群众欲罢不能 由于霹雳五不会成为 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项目 埃德拉说 他将全力以赴 夺取唯一的奥运金牌 本届夏季奥运期间 也是巴黎赛纳河百年来首次开放下水 先前法国政府砸15亿美元重金 整治充满废水的赛纳河 预计作为游泳和铁人三项比赛的场地 尽管估计奥会挂保证 赛纳河的水值没有问题 却也坦诚 若遇上暴雨 有可能会增加水中的大肠杆菌 巴黎官员则说 以打造巨型设施防止大量雨水流入赛纳河 不过巴黎奥运却撞上了突如其来的 法国政治风暴 国会将在奥运开幕前三周举行大选 出力奥运相关事务的职位 如体育部长选后有可能会更换负责人 公司新闻两岩编译 英国前首相也是现任外交大臣卡麦隆 在大选前两周与外籍记者协会座谈 为保守党向海外选民拉票 他强调在危险和动荡的世界 应该要支持强调国防和安全的保守党 而卡麦隆对于中国的态度 也转去强硬 他认为中英关系的恶化 使中国近年来诸多作为造成的结果 来看公事国际记者 来自伦敦的现场报道 英国大选倒数计时 外交大臣卡麦隆积极向海外 350万英国选民拉票 亲自跟外籍记者面对面座谈 大阵仗的欧洲记者把握机会 拷问卡麦隆在任内举办 脱欧公投的责任 I'm just wondering how many times in those eight years have you thought I could have found that so I've obviously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issue thinking about politics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some of the forces in our politics not just in Britain but right across the world I even went and taught a course about it at New York University in Abu Dhabi but on the issue of resigning having lost the referendum I haven't changed my mind 在外交大臣職務上 卡麦隆面对世界当下两大威胁 俄罗斯跟中国态度明显更加强硬 他宣布英国正在追踪 为俄罗斯供应战争机器零件的 个人与公司 制裁的对象将扩及中国 土耳其 吉尔吉斯和以色列 卡麦隆任首相期间 曾经开启跟中国的黄金时代 但英国政府已经将中国 视为化时代的挑战 对中策略聚焦于防卫自身安全 与国际结盟和持续交流 卡麦隆直言中英关系的恶化 是中国近年在香港 新疆 澳洲跟南海等等的作为 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侵略性的作为也延伸到了英国境内 来自中国的骇客攻击 也正是英国对中政策转弯的主要原因 这场记者会再次说明中国在国际上 越加挑衅的行为 在英国外交大臣的认定里 他不再只是他国的问题 而是英国政府必须要严正对待的 国家安全议题 公司国际记者 我们亚方陈希伦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 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 近来在办理高雄港洲际中心 连外货柜专用道的开辟工程 在机车道内施作排水沟 但是疑似施工的挡杆不明显 造成四个人误闯施工区 有三个人受伤 师傅表示已经重新调整并且加固 也只派了一交二十四小时指挥 也派人慰问上者 行驶在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的机车道上 南齐市才经过一旁闪红灯的交通锥 就跌进坑里 因为现场正在施工 因应高雄港洲际中心连外货柜 专用道开辟工程 正在施作过路排水沟 但疑似交维管制设置不当 加上天黑视线不良 导致四人误闯 其中三人摔伤 另外还有民众为了闪坑洞 轮胎被刺破 目前本处已重新调整胶围设施 材质及固定方式 并增加延长胶围渐变段 即使开二十四小时 易交指挥 上午重回现场已有易交指挥 原有的交通锥警示灯旁也多事 已到交维设施 市府表示十二号有骑士误闯 将交维设施撞倒 才导致后头的骑士接着误闯 后续重新调整交维设施固定方式 也只派二十四小时易交指挥 伤者将会派人慰问 并协助保险理赔 记者王庭 高雄报道 宜蘭縣贯穿五十二甲 湿地的五谷郡 最近遭到了布袋莲 还有大瓶等水生植物的入侵 塞满了河道景象惊人 如果遇上好雨的话 恐怕会阻碍水流引发水患 还有可能会造成水质 优氧化 影响生态 从空中看五十二甲市地内的五谷 塵布袋莲以及大平等水生植物入侵 河道全被塞满 就像铺上绿地毯 但也让环团担心 这些水槽孔会酿成水患 甚至因为塵水优氧化 造成生态浩劫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量把它控制住 不要让它真的阻碍到河道这样子 大型机具协助把水泉里的水草夹出来 民众也开船协助清理 在地人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 不但影响当地搭亚母船的体验 尤城 钓客也都不见了 大家都来钓鱼 你现在这个 水芙蓉那些 当然钓鱼也有 环团表示 每年冬五节前后 五谷尊常出现水生植物 今年一次天花和周期性因素 数量比往年更多 如果不及时处理 因为蔓延快速 势必越积越多 因为其实前两天已经派公 开始索手清除 那还有设计聚 那我们预计在下周 都会把这整个河面的部分的 不代理人跟大瓶清除完成 县政府表示 水草路径的范围 大约有一百公尺 已经启动清除作业 近期会增加人手 希望在下礼拜前 会让五谷尊恢复原状 记者林靖伦 宜兰报导 因应长者照顾的迫切需求 在野党立委提出就业服务法 第四十六条的修法 主张要开放八十岁以上的长者 不用八十量表 就可以申请移工看护 不过劳动部的预估 一旦开放的话 会有五十三万名的健康 还有亚健康的长者 拥有申请的资格 可能会冲击到 中重症家庭的聘雇 委员会也完成了出审 但有正义的条文 则保留送交朝野协商 外籍移工推动轮椅 将行动不变的长者 推到外面晒太阳 让他们感受阳光的温暖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 长照需求成为关注焦点 由于曾发生民众申请 八十两表不成 对医生施暴的情况 在党立委提出救护法修法 主张开放八十岁以上长者 不用八十两表 就可以申请移工看护 就于八十岁 如果大家觉得冲击很大的 那你的优先次序 你有什么方案 准备好了没有 放宽以后是 没有失能的人 也会有需求产生 确实我们没有去 预备一个五十三万 突然缺口产生 这个问题已经预压很久了 那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现在针对五十三万的健康 跟亚健康人口 我们现在就是用长照二点零去覆盖 劳动部预估八十岁以上 约有九十一万人 一旦开放 会有五十三万名健康亚健康长者 拥有申请资格 劳动部长何佩山担心 一旦开放 可能冲击中重度家庭聘雇 照顾团体也认为 必然产生排挤效应 另一方面 因为八十两表成为限制聘雇 外籍移工的关卡 长期在第一线的长照服务人员 觉得应该以私人照顾的难易情况 来评估才是重点 由于朝野无共识 虽然全案十三号出审通过 却保留条文 进入朝野协商 劳动部强调 目前聘雇外籍移工 已超过一半以上 免用八十两表 会持续跨部位检讨 多元免凭适用的范围 记得陈安新朋友组台北报道 台湾性教育学会 和国教行动联盟 针对家长 进行学校性教育内容 适临的意见调查 社长认为身体界限 还有自我保护等主题 应该比联合国全面性教育的建议 年龄还要早 从小学开始 而至于吸引力 还有避孕措施 应该早于联合国建议的高中 从国中就开始教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 台湾性教育学会 与国教盟合作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二零一八年公布的 全面性教育的其中 三项核心概念设计问卷 共收集中小学家长 一千两百零三份有效问卷 这三个核心概念中的一个性教育主题 有六成以上的内容 都应该是在国中阶段才开始教 家长重视性教育议题 认为适合在学校教 身体界限 自我保护等主题 应教联合国全面性教育的建议 年龄来得早 小学就开始 正确的避孕措施 应教联合国建议的高中 提早到国中 至于性吸引力 性愉悦感受 较联合国建议的国小 延后到国中 但有关性愉悦的迷思澄清 性活动后的风险降低 较适合在高中职 两教团强调 联合国的全面性教育 纲要提供给各国参考 台湾的性教育 不是全盘接受 需要接地气去调整 除了这次研究 将持续对师生与家长 进行调查 建构更符合台湾本土需求的 性教育内涵 记者林晓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 社群平台兴起之后 有父母常常分享 小孩的影像 记录成长过程 但是孩子的私生活 全揭露 小孩是否被剥削 赚取代言和利润 也引发关注 今天晚上十点 公式主题之夜 将会播出法国纪录片 把童年变现 晒小孩的风险 有相关的探讨 Jessica是法国排名前五名的网红 在IG有六百万追随者 梁宝妈的她 无时无刻分享孩子的一切 包括患有先天性 食道必锁的儿子去就医 Jessica认为分享生活 是为了赚钱 在社群媒体卖化妆品 和儿童商品 为孩子带来优渥生活 不是利用孩子在做生意 由于晒娃影片的受众很广 有网红父母未赚流量 走偏风 有人对婴儿脸上丢起司 有人不时污蔑吼叫小孩 而现实中已虐待孩子多年 完全不设防上传孩子的影片 和照片可能被有心人利用 荷兰网络安全专家发现 俄罗斯一个网站有七千五百万张照片 其中一个分类是孩童 卡蜜的母亲从小就在脸书 记录她的童年和青春期 九岁那年走在路上 有人向她道贺成为大人 陌生人知道自己的隐私 导致卡蜜有严重的焦虑和妄想 已成年的她 从不在社群媒体使用真名 怕未来名字被搜到 会看到妈妈张贴的东西 深受其害的卡蜜在网路上找到盟友 一起运用社群媒体倡导 保护子女的隐私权 不是追求自己的知名度 而卡蜜也向华盛顿州议会诉说自己的故事 希望立法保护社群媒体上的儿童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 真理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除了受到西南风影响之外 北边的风面有比较靠近台湾地区 所以除了在苗栗南不定时有些短暂的震雨 跟雷雨之外 在新竹北地区 接近中午左右 也有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 另外今天西南风比较偏强 所以台东这边有焚风的现象出现 太马里的最高温有来到38.9度 那至于明后两天的天气的话 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明天的话在苗栗南不定时 都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 不过水气跟今天相比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雨势上面也有机会比较减小一些 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运道性的天气 午后在大台北东侧 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 会有些局部的短暂的震雨 那周日这天 风向会开始转为比较偏南风 那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些局部性的降雨 不过跟明天来比量会再更减少一点 不过周日这天 其他地区午后雷震雨就会明显的增多 特别是在北台湾 周日这天 午后雷震雨的量跟范围都会比较明显的增大 午后有安排户外活动 也有留意天气的变化 那至于温度方面的话 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 所以在花东地区 大台北地区 还是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那周日这天风向会转为比较偏南风 剩下东南部地区 可能还是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一个现象 那提醒大家 明天还是持续受新南风 所以苗栗呢 不定时还是会有些短暂性的降雨 那周日这天 北东午后雷震雨会明显的增多 那明后两天 今晚雨势会比较大一点 那也有局部低运或雾 那明后两天 东南部会有分风发生的一个几率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明天说到新南风的影响 午后大台北东侧 还有东北部的地区 以及其他山区会有雷震雨的几率 花东和大台北局部地区 会有36度的高温 台东线可能会有焚风 并且出现摄氏38度的极高温 接下来就提供您各地的温度资料 明天北部地区最低温27度 最高温是36度 中部地区的部分 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26度 最高温34度 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 外岛的部分25度到32度 你空气平址来看空污指标 明天北部竹苗还有中部 云嘉南高屏都学良好等级 明天宜兰花东还有外岛 都学良好等级 今天公司晚间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